我现在下山去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现在在这个公交车站里拍给你们看一下 在山上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居然这么多公交车 然后每个小时都有三趟车 所以我觉得瑞士这个公交系统 真的做得好厉害的 现在下山到河上了 在这里等我的火车 还有十几分钟 我其实很不喜欢在瑞士坐公交车 因为每一次坐车 我都会先拿我乌克兰的居住证给司机看 然后给他解释我是从乌克兰来的 有些人知道还好 先不知道我还得去多解释两句 搞得就很尴尬 我真的好想最好是直接买票给他们 但是这个票价确实很贵 一般的这种车票三块钱起 像我到山上我不知道多少钱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打算不太会便宜 对不起 我去北京 谢谢 因为像我们这种从乌克兰逃出的人 这样都坐火车 坐汽车这些交通 最适合免费 所以在我的上面 所以在乌克兰设备有很多的话 我一看到可以一起坐这些座位 已经有很多空间方便了 每天住冰到这半个十块的话 对于本地人可能来讲 不该是能接受 我在这里是没收住的 差点的消费特别高 所以像这种出行 车住 就是消费对我来讲 我觉得压力要是蛮大的 也不是说我负不起这个车水 但是能省力少了 因为不要花钱的方便太多了 少一点吃一点 我也希望要找一个工作 我也是在这里 做的就是实际有点收拾 找一个摆脱 这个网络的这种酒精 现在博在这个博 最后就想去期待一种 做点刚刚 到一个站了 特别是博恩 这个地图超级好用的 因为它标的非常的详细精确 包括几点几分 从哪里出几号站 台都已经到我标号来了 后面有一队旅客 也是在讲英语 这位是这国家 英语其实它是蛮好听的 很大一部分人都会讲英语 看6号站起来 这个是开大树林市区的 这边是个好大的火车站 买个东西吃饱一点 热了 开还不完 有脚病 把你吃过 哎呀呀呀 I pay for here 可能是最便宜的 两份饿 这边还要3克多 沙拉拼盘 15-6块钱 OK,finish Thank you 哇,上来就是我的车了 12点04分 有点吃饱了就上去 纸 他们这些垃圾分队好严格的 那如果在家里边 如果连这个垃圾分队乱放 被抓到了防困防的好重的 我真的找了一个两个车厢中间的位置 这样子 给你们看看金巴西上的生活 然后出门还带一瓶水 都没办法在里头水 太贵了 就因为坐这个火车 我顺便在路上拍一下风景 给你们看 那瑞士这个国家 就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是挺漂亮的 因为我没有 叫门去什么特殊的景点 我平时拍的东西 就是日常生活所见 或者是路上满了的生活成形 真的懂得ę 爛 effectively 恋雪 我都 unacceptable 暴力 小小心 我们大明 Gla rua 美丛 我们要不要管 傻视频 慢慢有 再给喝味道 没问题 测试一下看 能开机就行吗 先给你钱 搞定了一个我一直想要的东西 这个盒子他们还写的中国组装 看着我在那一会儿这样搞了半天 把那个什么给装的程序都已经装好了 我剪片一般都是用那个final card剪的 一直都在装各种软件 等我到家的时候不就都装好了 跑到这上面来充电 电脑充手机充 好快啊 这个新电脑太快了 以后我准备拍4K了 不然这个电脑快的就没有意见了 因为我剪4K跟剪2K一点区别都没有的 好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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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啊